早上好像也有直播喔 那下午直播的車款是現代的IX35 這台車有分二區跟四區的 後面避震器拿進去了 後面避震器的形式不太一樣 那當然後區的部分的話 後面有後差速器也有傳動手 所以後方的重量也會稍微比二區的還要重一點點 那這台車有分柴油汽油 國外的話有的是把它稱Tosan 台灣的話是叫IX35 四輪驅動的版本 這台車是柴油的 前面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後面的話算是一個多連桿的系統 那前面的麥花城的話 我們KT的話有附上座 這個有附上座 那這個車手板的話 Elantra的MD很像 它的規格是一樣的 它的仰角是跟Elantra的MD規格是一樣的 前面的話KT有附上座 殘桶的話是前面配置7公斤 後面的話是配5.8公斤 那這個是後面的筒身 它的這個筒身的阻尼值 如果以新款的Tosan的話 它的避震器是由Sachis代工 所以新款的底盤懸吊 經理自己覺得它的底盤懸吊很棒 那這個這一代的話 它的底盤比較接近日汽車的一個阻尼 所以在阻尼上的話是比較舒適 那也有車主的家人 乘坐之後跟Raffle一樣 跟CRV的5代一樣 會反應後座的話 比較容易會暈車 因為它的阻尼值 做的比較軟一點點 那上座的部分的話 是要沿用原廠的上座 那KT的設計的話 是設計在上座的下方 有一個旋鈕 可以做後面阻尼 後面軟硬度的調整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那我們先來介紹前面好了 前面的話 前方的話 這台車我們是用休旅車的設定 所以把它的彈簧設計成大捲式的彈簧 那大捲式的彈簧 很多的休旅車上 如果看過經理直播的話 都大概都可以看到這條彈簧 它是200長7公斤的規格 這條彈簧應該是2019年吧 2019年開發出來之後 如果要比較舒適的休旅車 我們就用這條彈簧來做設定 那前方的話有附上座 我們先來看上方 會不會太暗 來我看一下 好這裡 這裡有一個旋鈕 這個有上座 那上座這裡有一個旋鈕 從這裡可以調整軟硬度 往順時針的話變硬 往順時針是變軟的 這個是柴油引擎 好 那記得喔 段數的話 左邊跟右邊要對稱 阻尼段數的話要做對稱 好 那這裡的話有一些零件的話 這裡會有多餘的固定架 有異常 好 那這裡的話是ABS感應線的固定架 它會有多餘的固定架 這個不用理會它 因為這個羊角啊 有很多現代或者是KIA的車款 是共用零件喔 它有的是有其他的固定架 那這台車 這台車iX35 是只有一個ABS感應線的固定架 那這裡有離載蒜的固定架 離載蒜的話用原廠的規格就可以了 因為今天的這台車 它的里程度稍微多了一點點 大概12到13萬公里 所以 前面的離載蒜跟後面的離載蒜 都已經有損壞的狀況 所以一併來做胎緩 好 那前方的車高調整比較簡單喔 如果要調高的話啊 把這個銀色下方這個 銀色齒輪狀的頭盤 我們把它懸鬆 往逆時針的方向懸鬆 懸鬆之後 它的車高就能調整 調整長度長 變長的話車高就變高 縮短的話車高就變低 那今天的車主比較沒有 對車高有要降低的需求 所以我們會盡量接近原廠車高 好 來這一條是後方的彈簧 我們後面還在持續施工當中 所以我們把鏡頭移到這裡 這個是後面的彈簧 它的形式的話 它的外徑啊 比一般的日系車的設計 還要小一點點 所以如果用燈籠狀的彈簧 兩側有其他的連桿 或甚至是傳動爪會乾涉到 所以它不論二區 市區的設定啊 都是用這條彈簧 它的外徑會比較小 上方的橡皮的話 是不需要 不需要沿用原廠橡皮 下方的話 它算是一個下GP而已 也沒有橡皮的設計 也沒有橡皮的設計 我們把燈光補過來 然後我到車底來講解說一下 好 這台車的彈簧在這邊 它有傳動軸嘛 這隻是傳動軸 所以這一台是四輪驅動的設定 那下坐的部分 二區跟四區的設定 是不太一樣的 這一個是一個鐵套的規格 如果是兩輪傳動的 它是一個好像開岔形式的規格 所以這裡的結構不太一樣 那這裡可以看得到這個生鏽的這顆螺絲啊 這個是一顆偏心螺絲 所以這台車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也可以從這一個偏心螺絲來調整 後面的頭映的角度 所以在定位的時候 會利用到這顆螺絲來做角度的調整 它只能做竖角沒有做仰角 那調整機構 那下方的話是直接沿用原廠的下直臂 那上座的話在這裡 在這個地方 上座 這樣從這裡拍過去拍得到嗎 好 上座這裡的話有一顆旋鈕 從這裡來調整軟硬度 那當然後方的彈簧跟避震器 是分開的結構設計啊 要注意一點 就是後方的筒針 後方的筒針不要縮得太短 如果後方的筒針縮得太短 它的彈簧就預載過多 就不好做了 好 以上今天的這個直播會比較簡短一點點 如果啊 車友們有想要試乘 像今天好像有一台 Rawful的五代到我們 彈子的五汽車那邊試乘 所以如果啊 車友有想要試乘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 再請跟我們小編聯絡 好 以上是今天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 謝謝你 好